我叫陳瑩瑩 溫州人微博上的名字是《女王的不老格》 所以大家都叫我女王 我在松江這邊有一個連排的別墅 這裡有一個花園 像我們以前都是做生意 很無聊 就像男人一樣的活著 到了40歲我就不想再做了 因為我覺得我賺的錢就是夠用 我現在可以說是在虛度光陰 徹底地是慢生活 南面花園大概是30個平米 後面花園是朝北的 大概有100個平米 樓頂是一個玻璃房 差不多13個平方吧 我的三角美花房 打造花園15年了 第一次強調意境 不是說你一定要種很多花 我個人認為那就是苗圃 我的花園就像在室外也像在室內一樣 在室內又可以看到花園 以前人家都叫我花吃 幾乎整天都在花園來幹活 所以我基本上早上起來 第一件事情先不吃飯的 也不刷牙洗臉 先去跑去那邊幹活 秋天桂花開的時候 我就會在廊裡自己泡了桂花茶 一邊喝茶 一邊聞著桂花的飄香 我小時候我是老家在溫州 然後裡面一些老物件 我也都搬回來 然後放在花園裡 就是你人生最快的時光 重新複製一下 狗狗有好多都是領養的狗狗 狗狗有好多都是領養的狗狗 牠們都十幾歲 就是這兩年就每年走一個 每年走一個 而且我把它們都埋在花園下面 有時候會像個傻子一樣的 跟牠們聊聊天 那個甲山也是根據我最愛的狗狗的形狀堆的 今年我的一個花友怕我悶 牠一定要送我一個小猛 牠說可以陪我 所以我把這個房間就打造成一個貓的房間 花園裡經常會有一些小客人來 像各種各樣的鳥 我有餵鳥盆 牠們會來洗澡、喝水 還有那種蜜蜂、蝴蝶 隔壁的鄰居 牠的貓就會做客一樣 就賴著我這樣不想走 出去了我就會想家 我覺得外面都沒有家裡漂亮 這麼多年交往的一些花園 比較舒服的季節 牠們也會過來 大家就可以這個餐桌上喝喝酒 我可能九十幾歲 我還是會在花園 因為在花園勞作 你可以一直到老 這就是花草的魅力 我還是會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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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會兒子 我還是會兒子 那就來吧 我繼續 我還是會兒子 我送手 你們 也要